-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啰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 - SNH48 我是SNH48的宋星人 我是SNH48段一璇 我是SNH48杨斌怡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想看 是一个 看上去很幼稚 但其实非常成熟 舞台魅力十足 -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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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因为你一直来看我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我就夸一夸她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那我收回我的夸家 - 但我没说 - 就是一个吵吵闹闹闹的人 - 你呢 - 然后我介绍宋星人 - 快点讨好我一下快点 - 没有苏姐是一个 - 看起来会很 - 你觉得他平时很懵 - 但是其实他性格是非常活泼 - 很可爱的那种 - 就是是不是会有点古灵机怪的 - 古灵机怪的 - 古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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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怪 - 很搞笑吧 - 很搞笑 - 是一个很搞笑的美女 - 然后也是舞台魅力 - 一级棒的一个美女 - 开始对我 - 我在看着你哦 - 散发魅力 - 当然是没有啦 - 毕竟你得考虑一下 - 我们七年的这个队友关系 - 是不是到今天 - 今天之后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 来吧我可以认识 - 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优点 - 都在杨宾姨身上 - 她是世界上最好的 - 那个队友加队长 - 可以吧 - 然后舞台魅力也是一级棒 - 二级棒 - 然后就是说 - 这个小小的身躯散发着大大的 - 这个 - 请问你是我因为会前面比较好 - 最想拥有谁的身材 - 最想拥有谁的身材 - 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干瘦的 - 我也是傻意的 - 干瘦呗 - 我也很瘦的 - 我也很瘦的 - 云秤是个好词好吗 - 我真的很喜欢那种皮包骨的 - 我也是 - 反正也不舒服 - 她吧 - 她吧 - 你看今天眼妆来个特写 - 这个 - 哇好专业哦 - 你看这下眼简化的 - 哇 - 自己还点了个字吗 - 在哪里 - 哇 - 真的很精致 - 看这个节目化了就 - 这个 - 考虑出什么教程吗 - 就是化妆教程嘛 - 因为一直有粉丝让我出 - 因为考虑到我感觉 - 我们的舞台妆都非常的浓 - 所以感觉不太适用它们日常 - 所以没出 - 但是一直有粉丝让我出 - 之后会考虑出的 - 用一句话 - 安丽这次总决赛的专属一批 - 烹燃心动 - 这是一张 - 听了就会让你烹燃心动的专辑 - 头上加一 - 头上加二 - 我听到MV里有一个很甜的 - 哈喽Cupid - 可以每个人现场说一下那个话吗 - 哈喽Cup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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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吧 - 可爱吧 - 可爱 - 如果让你和身边的人互换一天 - 你们想做什么 - 跟宋幸远换的话 - 就感受一下身材很好 - 你看一看 - 哈喽Cupid - 哈喽Cupid - 你跟宋幸远换的话 - 你第一时间要去洗个澡风 - 哈喽Cupid - 跟宋幸远换的话 - 第一时间穿 - 穿那种爱很辣妹的衣服 - 然后出街 - 哈喽Cupid - 杨欣妮这种 - 就是很瘦 - 然后 - 吃不饭 - 爆吃 - 就是这种 - 那种叫紫 - 很苦感的这种感觉 - 我俩的胃就是离肚皮特别紧 - 所以你就吃一点点 - 你这个肚皮就补起来了 - 你知道吗 - 就会被撑起来 - 很羡慕那种就是公演前 - 特别穿这种漏奇妆 - 公演前还能吃饭的人 - 对 - 我真的太羡慕 - 因为我每次公演前 - 强度很强的话 - 然后就是跳到一半 - 我要死掉了 - 就这种感觉 - 这个世界真的不公平 - 真的不公平 - 为什么 - oman's 皮脂 - 就是问我为什么 - 皮肤这个哑光 - 因为我就是被无数人问过 - 其实也没有什么 - 因为我是干皮 - 但确实 - 因为宋建 - 她就是皮肤状态 - 跟我们很不一样 - 然后大家一直有问 - 追悦她问你的底妆产品是什么 - 对啊 - 就是咪咪同样 - 大家都用的一样的底妆 一样的分片 大家我有什么分片 大家就买什么分片 那我屏幕其实也挺下光的 对啊也很想光 我们都很想光 我不喜欢贝尔万里 你怎么这么高啊 因为可能我觉得是因为 我初到初七嘛 主要就是 那会真的是 自己爱拿自己的身高 做哏你知道吗 然后到现在 大家都会自 就是都会把我这个 就是 就预估值 拿到最低 你知道吗 就是我每次出现 大家面前 你好像也不爱吗 你怎么这么高 你垫了多少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虽然我会垫一点点 但是就觉得是 好会垫很多 你说完这个采访 他们又要 又要 逮着这一点说了 因为你知道吧 我现在就发现 你越在意什么地方 你就要越表现出 对那个地方 对那件事 或者对那个物 漫不惊心 哦 我会升高这种事情吗 对 对 肯定很多人觉得我们正儿八经 因为这个是在烦恼 但是其实 包括我也是 就是增高鞋垫 就是大家都会找我推荐 增高鞋垫是什么 然后 YBY也是经常会去分享 它的美白乳 这种东西 但其实我们都还好 对这个事情 哎 你要说到经常分享美白乳 我们就得说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很生气 如果大家都涂了美白乳 那我涂美白乳 有什么用的 对 大家都垫增高鞋垫 那我垫增高鞋垫有什么用 一个比一个高 对 就是巨大 来巨大 这就是内卷吧 评论软然 作为这次碰认心动的C位 有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我是第一次担任这种 就是团里这种MV的C位 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 然后也是一次非常来之不易的机会 就是整个过程 其实就是我都是付出了我百分之百的精力 然后去去完成它 然后因为拍摄的时间很紧张嘛 都是从早到晚 所以努力的去 问段短 有粉丝说想借你的腹肌洗一下衣服 你同意吗 他说我腹肌是搓衣板 对 是没洗衣服 夸你 夸你 就 谢谢大家 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心 可以推荐大家去做那种 每天一组25个 然后每天做20组这样子的养我起座 终有一天你可以 就是自力更生用自己的腹肌洗衣服 加油 用自己的搓衣板 还可以让别人摸一摸的那种 一问谁谁 一口气跳完50首歌是怎样的提案 因为是我去年生日公演嘛 然后就是跳了50首歌 虽然也不是一口气 但是就基本上中间 因为也在强装什么还是挺辛苦的 但其实就跳到最后 你已经进入了一种 癫狂中 对 对 就是已经到了不知疲倦 感觉不到痛这件事情 但就是真的是 而且当你把这件事情完成的那个时候 那种满足感 那种成就感会让你忘却一切 直到第二天清晨 但第二天清晨很惨痛 中间之间需要相互提问 回答者请用五个字来形容 而且要在三秒之内回答问题 如果抢战失败者 需要用120分贝 向其他两个人叫爸爸 你最喜欢的十种颜色 红珠黄的七篮子 五个字不是五秒钟 是五个字 再来次 你最喜欢十种颜色 红珠黄丽琴 十种颜色 不是五个字吗 混合得色彩 时间都过去了 叫爸爸吗 小傻瓜 叫爸爸 要不就算试炼再来一次 我就不信了 刚刚那是试完 好你们来问 我先问杨斌仪 你喂呀 你倒是问你 对 让我答应 你更喜欢土土木木还是威士忌 一个字回答 土土土土土土 一个字回答 对啊 我用一个字回答了 一土 对啊 这太简单了吧 傻子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土地是多么 多么 那你能问我 我不想问你 我也很聪明的快点 你问他 随便问一个 要不叫我爸爸吧 好 爸爸 爸爸 123 那岂不是她是受害者 我们无所谓 你抽那个耳朵 我们无所谓 救命 叫 叫吗 叫 我没起 嗯 他还堵着耳朵 乖 乖 乖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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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